台北市政府小内阁人士一栋 包括媒体人出身的发言人杨小冬 要去台北市研考会担任主委 而这个市府的新任发言人呢 由同样是资深媒体人的赵新平来接任 赵新平还没上任 已经开始忙着录制市府的广告文宣 他也接受了中天新闻的独家专访坦言 压力的确很大 我拿到这个麦克风的时候呢 我就我的职业名又出来了 我可以呱呱呱连续讲30分钟以上 一拿到麦克风就不肯放手 只是以后赵新平不是拿麦克风访问的人 而是常常要接受访问的台北市政府发言人 赵新平心境大不同 过去我在主播台上所受的训练 就是在主播台上你是不能够出错的 你一讲错全国的观众就听到了 那我现在这个发言人的工作呢 其实也差不多 我会全力的努力去做 那我的心情其实是 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时辰时代就是就读传播科系的赵新平 是台湾资深的新闻主播 目前担任北市府观光委员会副执行长 8月1号起就要开始接掌台北市政府发言人 3 2 1 1 耶 去年8月加入北市府团队 赵新平就忙着宣传市府的政绩 现在角色转换 不只要替台北市说好话 遇到负面新闻 要如何当个称职的化妆师 才是赵新平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这是李东一的家园台北采访报道